大家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今年十五歲的呂德鋼琴家李其瑞 最近在臺灣跟臺北愛樂共同演出 舒曼的A小調鋼琴協奏曲 李其瑞十四歲才到德國進修 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獲得全德青年音樂大賽 滿分第一名 雖然年紀很輕 可是他的演出超齡成熟 對他的未來我們非常期待 戴著稚氣臉旁 雙手熟練彈出舒曼的A小調鋼琴協奏曲 她是李其瑞 今年才十五歲 中國媒體陳大維 兼才女鋼琴家 快開始去接觸 是因為我爸媽媽很喜歡音樂 尤其是我爸他從年輕的時候就很喜歡聽古典音樂 然後我一直很喜歡上台的感覺 除了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我很喜歡自己在彈得出那些 假如自己彈得出很漂亮的聲音 或者可以打動別人的聲音的時候 我會覺得非常享受 李其瑞從五歲就開始接觸鋼琴 父親是台灣知名作家楊兆 一路上支持他追尋自己的夢想 李其瑞九年級時聽從鋼琴家 魏勒夫的建議決定離開台灣 轉往德國和諾威求學 他對於我去德國的時候 他也都很志氣 他不會覺得因為這樣太冒險 我應該要怎麼樣 他這個人本身就是很喜歡冒險 因為困難就是要克服 然後就是沒有什麼是不可能 對他來說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我也有一點像 在德國不到一年 李其瑞就拿下全德青年音樂大賽第一名 雖然僅僅只有15歲 但已擁有成熟獨特的曲風 巡迴各地演出 屢受國際音樂節以及比賽的肯定 楊兆說李其瑞的情意就如他的個性 在那邊學情的方式也是 不會把他當特輯說 我要一天要苦練幾個小時 為了要把他技巧跟囊囊一樣好 然後看起來多炫多炫 他們會更在意的是 有沒有音樂有沒有打動人 有沒有 我覺得這才是音樂真正存在的意義 李其瑞六月底回到台灣 與台北愛樂共同演出舒曼作品 也是他最喜歡的音樂家之一 有時輕柔細膩 有時卻狂野不羈 曲風非常多元 舒曼的音樂就是不斷地在變化 變化狠 變得變化多端 我就是我比較沒有耐心 所以我喜歡那種一直在變化的東西 一直變化的曲子就會特別吸引 年僅15歲的李其瑞 是優秀的鋼琴家 我們今天彭內非常高興邀請到李其瑞 來跟我們現場來跟我們分享你的音樂 其瑞你好 菲菲你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在影片裡面看到 你非常享受在演出當下的感覺對不對 對 因為覺得就是 有人不管是多少 就是有人現在正在專注於你的 就是以我來講 我在聽音樂會的時候 會沉浸到那個音樂裡面嗎 會覺得有人現在在我的音樂裡面 他有可能如果就是有被感動 或是什麼 覺得他們現在就在我的音樂裡面 我可以假如我發出好的聲音 我讓他很優美 然後或者是很狂野或什麼 不管怎麼樣 有人會被我打動 有人被我牽著走 類似那種 就是我很享受那種感覺 包括我自己也被 也被就是也沉浸在裡頭 我很享受那種 整個音樂環繞的室內 然後是我的音樂 所以其實你在演出之前 都不是問你 你會不會緊張嗎 應該是問你說 你是不是很期待音樂會要開始 對 我通常 我都會 我會期待會緊張 可是通常期待會多一點點 因為真的對我來說 最享受的那一刻 是在舞台上或是什麼 就是反正是在演奏的那一刻 那如果那一刻還在緊張的話 那就就浪費了 就沒有享受到了 是 所以通常都是那個 最要快要開始的那一瞬間 最緊張 然後開始了之後 就 就享受 就愉快地享受它 對 其實有一些演奏家是 上台是會恐懼的 但你完全不會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 小時候還是有過 很少啦 可是有過會 真的是會覺得很 非常非常可怕 怎麼說 就是恐懼的話 我是沒有到恐懼 可是會 如果有一個曲子 比如說我彈過國人作品 就是那種比較 沒有 就是比較現代的東西 比較背譜來講 比較複雜的 我真的會 真的會覺得在台上沒有安全感 我覺得我後面下一個就走 跑掉了 不見了 就大概一兩次 所以你在練琴的時候 有會幻想自己在舞台上嗎 會這樣嗎 會 我有時候 就是把一個曲子 剛剛還可以練不會 可是如果一個曲子已經差不多了 可以整個彈完了 我就會想像一下 自己如果是聽眾 或者是 我會 聽到的時候會有什麼感覺 然後再去改 有時候會用錄音 錄起來然後聽 對 是 你這一次在台灣演出的是 舒曼A小調 對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為什麼會選這個曲子 這個曲子 我從小就 我爸常在車上會放 你對他很熟悉 對 他 我聽過好多個好多個版本 然後我就會 就都很 就是很熟悉那個整個旋律 跟小時候當然不會去聽到太多就是旋律 然後我就覺得有 像比方說柴可福斯基或舒曼 都是 我已經都把他有某些旋律都已經背起來 當然那些和聲不帥 只有那些旋律 都已經還沒彈就已經背起來了 然後就覺得很熟悉 然後又是我聽從小就很喜歡的 就也沒有特別去 就也沒有人特別來跟我推薦這首曲子 可是我自己聽的時候就已經很喜歡 對 因為他這首說起來是 就是變化多單 然後其實他很熱情 從頭一直延續到燃燒到尾 當然沒有到燃燒 可是就是就延續到尾一直留下去的熱情 然後他是舒曼寫給克拉拉的情書 所以就是也有一種他很溫柔 他很溫柔的情感有在裡面 對 其實這首曲子的背景是他們兩個人剛好新婚那時候 這就是等於是因為舒曼 大家都知道他追不到 就是他有一段很苦的追愛過歷程 所以他一定就是他最後有的時候是幸福 然後又有同時有一點點 他可能會回想到他之前是怎麼樣的 欠辛萬苦 然後我覺得那很非常浪漫的東西 對 你自己怎麼去詮釋這個曲子 我覺得在詮釋的時候 我原來剛開始彈的時候 我是一樣靠自己的直覺靠我自己彈 因為聽很多次了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樣我就彈 我就很熱情 然後很把旋律都唱得很優美 然後這樣子 可是當然老師不會放過 我去彈給老師聽老師說 當然這首就是這首曲子 他只好這首曲子有多難 這首曲子很難 不能不可能只靠我的這樣子的直覺 所以我現在就會稍微再多想一點 因為他是片段片段片段 我現在會 要想要怎麼去銜接這個片段 怎麼把它變成一首曲子 不是一段一段一段的 因為他這個變化多段嗎 然後又是蘇曼有點 怎麼說 他會把突然這個很奇怪 就接到這一段 就有時候銜接不是那麼自然的 他本身寫得沒有那麼自然 要所以我們要把它彈得自然 所以我在 所以父親有沒有給你什麼建議呢 他應該還蠻常聽你戀情 沒有在德國就不行 不過他有 他他有給我一些 他有最最出那個情書 那個是他告訴我的 然後他有告訴 他有告訴我說 包括這個他說要不怎麼把 原來比較不合理的東西 變得聽起來不會不合理 當然我不是說蘇曼寫得不合理 他也不說蘇曼寫 只是比較困 就是那種 因為一直流暢下去 這比較簡單 那種一段一段要把它 自己把它弄好 弄成一個有結構的曲子 是比較難的一件事情 阿格莉希我覺得有一部分 是因為他是女鋼琴家 因為這種大師級的裡面 真的很少女鋼琴 相對比較少 他在彈鞋奏學的時候 有一種氣勢 比很多男的鋼琴家還要強 我很欣賞他這一點 唷